大家好,我是关心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思想和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 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当时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和学术 林林总总有上千个派别 所以在历史上被统称为诸子百家 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 这些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熟悉 但是如果说影响力 那么还有一个学术流派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丝毫也不亚于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 他就是纵横家 说到纵横家 大家自然就会想到苏秦和张仪 通过合纵连横对战国时期的格局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分为两派 苏秦是合纵派 张仪是连横派 但是苏秦和张仪这两个人 其实都是出自同门 他们都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 这个老师就是鬼谷子 所以纵横家的创始人 当然就是鬼谷子 但是鬼谷子不仅仅是精通纵横之术 他还是著名的谋略家 兵法家 阴阳家 你比如说兵法 孙并和庞娟都是他的学生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历史上著名的商鞅 白起 李斯 吕不韦等等 这些人呢 都是曾经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 可以这么说吧 只要是鬼谷子的学生 几乎个个都是干大事的人 要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你要说鬼谷子是天下第一的成功学导师 也没错 因为他的确培养出了很多历史风云人物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 就是鬼谷子的成功秘诀 很多对鬼谷子感兴趣的人 一半都知道鬼谷子的七十二术 里面有七十二条鬼谷子所总结的谋略和计策 但其实里面还隐藏有三条鬼谷子的处事法则 这三条法则非常重要 而且所有鬼谷子的门徒都会遵循 并且运用这三条法则 那么第一条 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合纵连横有关 在鬼谷子七十二术里面 叫做散纵连横 它是合纵连横的反向操作 合纵连横实际上讲的是 整合资源建立联盟 而散纵连横不但讲究外部资源的整合 同时还要破坏对手的联盟 从而实现自己实力的最大化提升 实际上我们不管是做一件事情 或者经营一个项目都必须要 那第二个处事法则呢 是鬼谷子七十二术里面的第四十二级 推己及人 原文是 无以人之境所不欲而强之于人 什么意思呢 不要把别人反感的 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强加于人 这里说的是怎样做人 因为你做事情就是要与人合作 与人合作就一定会有利害关系 有时候为了达成合作 有的人就会用强迫的手段 逼迫对方和自己合作 其实这种合作是最危险的 那这一点和论语当中的 己所不欲物施于人是一样的 合作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 如果换成你自己都不愿意 就要考虑一下自己做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做人做事都设神处地的推己及人 那肯定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合作者 那么第三个处事法则是其中的第五十六计 以引为胁 我们追求成功的目的不是为了张扬自己 更何况是在还没有成事之前 更加需要低调 需要保持谦虚 在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 低调和谦虚可以避免让自己锋芒毕露 从而可以韬光养晦 积蓄实力 当时机一到 自然有机会显赫文达 就比如说鬼骨子一身隐于世外 但是他的成就和名气 在几千年以后的今天 仍然让人赞叹不已 鬼骨子留下来的学说 还有很多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生智慧和经验 有机会我们以后再慢慢来探讨交流 那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我是关心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